巴基斯坦修理店老板为了圆豪车梦 花了200万卢比 购买了一辆接近报废的奔驰Aktros中卡 很多人劝阻他不要买这辆车 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能力 可以让这辆车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老板第一次看到这辆接近报废的奔驰Aktros中卡时 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这辆车的车头几乎已经变形 整个车身被猛烈撞击过 看起来像是一辆已经被废弃的废电 尽管这辆车看起来像是一辆无法挽救的残骸 但老板并没有被吓到 亲自指导维修师傅们进行修复 在车头变形的情况下 经过师傅检查发现并没有大件损坏 两边车门还是完好无损的 这给了老板和维修师傅们信心 虽然水箱和冷仪器已经完全损坏 但他们知道这些都不是问题 最主要的是发动机和变速箱 想要检查它们是否受损 需要拆卸驾驶时出来才知道 它们先是用插车将损坏的水箱 慢慢地掉了出来 再用同样的方式将驾驶时拆卸出来 整个过程需要非常小心地操作 因为任何小的错误都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损坏 驾驶时抬出后 我们向车尾走去 发现主粮变形严重 轮胎也磨损严重 然而幸运的是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完好物色 这一次这位老板真是运气好 开对了盲盒 师傅们讨论了他们首先修复主粮的计划 他们决定首先使用插车将发动机掉出 这是一款奔驰OM501LA四发动机 12升排量 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440马力 并搭配Powershift 2 12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要是能正常使用的话 即使最终报废了这辆卡车 老板也可以从中获利 总的来说 这辆卡车的配置还是很不错的 甚至后桥也配备了两个气囊减震和一个差速锁 展示了其载重能力 尽管事故造成了严重损坏 但师傅们仍然能够欣赏车辆的质量和设计 他们渴望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并证明即使是看似失败的事业 也可以通过正确的专业知识和努力来挽救 他们开始尝试用千斤顶 把大梁弯曲的地方顶回原位 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 直接顶可能会导致大梁开裂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更谨慎的方法 他们用洋乙缺对弯曲的地方进行加热 一边加热一边利用千斤顶将其顶回原位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小心和精确 因为一旦加热过度或者使用力量不当 大梁就会遭受进一步的损伤 把大梁顶回原位只是第一步 师傅们还需要利用锤子和其他工具 敲打大梁上的变形部分 以达到校正平整的效果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技巧 需要对车身结构有深刻的理解和经验 如果不小心操作不当 还可能会进一步损坏车身 但是对于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来说 这种维修工作却是家常便饭 他们很快就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尽管没有大梁效正义 但他们只使用了一些简单的工具 就成功地对大梁进行了矫正 接下来他们会给大梁弯曲过的地方进行分期 这样可以使得大梁的表面更加平整 并且避免因为生锈和腐蚀而导致更多的损坏 为了增强大梁的结构稳定性 他们花了两万卢比买来了两根槽钢对其进行加固 首先他们根据需要切割的位置在槽钢上画出标记 然后他们使用洋蚁缺进行切割 并用洋蚁缺加热配合家具压出奔驰卡车大梁的轮廓 以确保槽钢与大梁的匹配度 接下来他们使用电焊将切割的缝隙焊接起来 以确保大梁的结构稳固可靠 焊接后留下的焊疤可能会影响大梁的涅合和连接 因此需要使用打磨机将其打磨掉 这样可以确保大梁的结构完整 以便安装回车辆并与原车大梁完全涅合 在将大梁安装回去后 为了安装车架上的附件 还需要对其进行打磨 接下来他们会选择热卯的方式对大梁进行加固 这种方法可以增强附件的稳固性和大梁的强度 以确保安全性能 打磨固定好之后 它们开始合力把后桥推回去进行安装 它们首先对其B型推力赶于后桥的连接孔位 并插入螺栓 然后用风炮进行拧紧固定 观看专专业的技术人员完成这些复杂的维修工作 是一件很棒的体验 它们的专业技能和默契配合 使得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流畅和舒适 也让人感受到了它们的专业素养和对工作的热情 车架的零件安装完成后 师傅们利用吊车把喷漆好的驾驶室调回去安装 由于水箱和冷却器损坏严重 已经无法修复 它们只能将其更换为新的 师傅们的手艺真是高超 在经过长时间的修复和维护后 这辆车看上去焕然一新 恢复了原有的美观和实用性 它们接下来把挡风玻璃 前盖 中芒等附件安装回去 经过一番精心的调试和调整 这辆车终于完成修复了 这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师傅们的专业技能 和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现在这辆车看上去就像新的一样 你甚至都忘记了它们曾经历过什么 整辆车的机械部件和外观 都已经经过彻底的修复和维护 现在这辆车肯定可以卖一个不错的价钱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辆车现在值多少钱呢 真是太离谱了 这台小松推土机的发动机 也为活塞连杆登腿直接将钢铁击穿 这要是在其他地方肯定是没人修了 可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这家修理店 就算仅剩一颗螺丝 师傅都会想方设法帮你修出一台发动机 并成功启动 为了减少车主维修成本 这家修理店的师傅们展现出了 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决心 他们遵循着能修则修的原则 将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都拆解开 并进行仔细检查 虽然他们只是用手动工具 但他们迅速拆卸了钢盖 并对活塞进行了检查 幸运的是 并没有发现拉钢的现象 这意味着剩下的活塞可以继续使用 然而 这只是开始 师傅们需要先将非轮壳体总成拆卸下来 以减轻整体重量 方便进行后续的工作 一旦非轮壳体被移除 他们就能轻松地将发动机推倒 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底壳上有一个巨大的洞口 而钢体更是遭受了严重的损坏 然而 师傅们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拆卸下去 即使只有一个零部件能够使用 他们都会认为是值得的 果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半小时的拆卸工作 他们发现钢体内部的瓦盖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尽管驱轴已经严重磨损 但在巴基斯坦是可以修复驱轴的 除了与调皮那根连杆相连的那个活塞之外 其他活塞都完好无损 这证明里面的钢套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突轮轴也没有损坏 还有许多其他零部件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对于推土机车主来说 时间非常宝贵 师傅们深知这一点 为了减少车主的时间成本 他们决定先用一个二手的钢体和驱轴进行更换 在进行安装之前 师傅们会对二手钢体进行清洗 并仔细检查钢体是否完好物色 一旦确认没有问题 师傅们开始组装工作 首先安装钢套 在安装之前 他们会在足水圈上涂抹一些密封胶 以防止冷冻液渗入到机油中 对于这种湿式钢套 安装相对容易 只需要将其平行放回原位 然后利用专用工具缓慢 将其压回原位却隔 为了提高效率 有一位师傅觉得来回拧动工具 过于繁琐 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他在上方垫了一块木块 然后利用锤子敲打木块 将钢套迅速压回原位 这种方法可以更快地完成安装 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在安装曲轴之前 同样需要对曲轴进行冲洗 并进行仔细检查 确保每个机油孔都通上 同时 另一位师傅准备好了 新的曲轴瓦片进行安装 由于使用的曲轴几乎没有磨损 师傅们选择了标准瓦 在安装曲轴之前 师傅们在瓦片上涂抹一些机油 以确保润化 避免在曲轴安装后旋转时产生甘末拉伤 曲轴放回原位后 通常情况下是先将瓦片安装到瓦盖上 然后再将瓦盖固定在曲轴上 然而 这家修理店的师傅们采取了不同的顺序 他们先将瓦片固定在曲轴上 然后再盖上瓦盖 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并不容易 因为安装瓦盖需要按照特定的顺序和方向进行操作 并且需要先固定中间的瓦盖 然后再固定两侧的瓦盖 然而 注意到曲轴尾部的瓦盖还没有安装 这是因为师傅们还没有安装指推片 一旦安装完成 师傅们会用普通扳手将螺栓拧紧 并确保曲轴能够正常旋转 他们会轻轻旋转曲轴 检查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只有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们会使用扭矩扳手按照规定的扭矩值来拧紧螺栓 以确保固定的牢固性 转眼尖天已经变黑 但师傅们依然坚持 将突轮轴安装回去 并对好正式才下班 明天继续组装 明天见 这是一台从国外低价进口的小松推土机 现在只需要简单维修一下 就可以正常使用 昨天师傅们花了一天时间已经把履带跟台车架拆出来了 为了尽快把车辆交给车主 天还没有亮师傅们就开始干活了 现在似乎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看样子应该是轴承座磨损导致的松动 但想要修复这个轴承座得把链轮拆卸出来 才能进行修复 然而拆卸链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是把螺栓拧出来后 用锤子敲敲就行 他需要用到这个大型的分体式液压拉马 才能毫不费劲地拔出链轮 链轮拔出来后 这时师傅们还需利用手拉葫芦末技 配合把链轮吊出来 愣着干什么 过来帮推呀 一个急一个不紧不慢的 配合不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终传动齿轮都拆卸出来后 师傅开始对磨损的轴承座进行修复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么你们肯定是猜对了 师傅们正是利用电焊对磨损严重的地方 进行堆焊修复 真正做到能焊不给换 能快不给慢的良心上架 堆焊完成后 用搅磨机按照轴承内圈的标准进行打磨 全程没有用到任何的测量工具 全凭肉氧观察 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另一边磨损的引导轮 也同样是先进行堆焊 然后再用搅磨机把焊把打磨平整 轴承座这边打磨完成后 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在安装之前 师傅还需要对每个最终传动齿轮 进行仔细清洗 把上面的油泥铁渣碎屑等杂物 全部清洗干净 清洗完成后 就可以把齿轮给安装回去了 有了前面的拆卸经验 安装时明显快很多 这次配合的相当的默契 最终传动齿轮很快的就安装回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齿轮还没有全部捏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师傅还需要用八磅的大锤 把它敲打回去 齿轮敲进去后 接着再把轴承给敲回原位 轴承敲回原位后 接着把轴承止退圈安装回去 并把罗霸固定好 启动车辆测试 安装好的齿轮 有没有出现异常 检查没问题后 就可以把最终传动齿轮的外壳 安装回去了 因为没有合适的衬垫 所以在安装之前 还需要用轻刻纸制作衬垫 然后再把最终传动齿轮 再重新清洗一遍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尘不染 接下来再均匀涂抹蜜蜂胶 铺上打好的衬垫 就可以利用手拉葫芦 把外壳调回原位了 在把外壳推回去之前 先给轴承涂抹一些黄油进行润化 然后再合力把外壳推回原位 用罗霜固定好 最终传动就算维修好了 在巴基斯坦的这家小作坊里 现在他们正在制作的 就是摩托车的减震器 因为这些减震器一般都是直销工厂 或者是卖给隔壁阿三 因此他们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工人正在进行裁切的 就是用于制作减震器钢筒的钢管 工人会熟练的掌控裁切机 对钢管进行细致的裁切 因为长度都是由线位器进行掌控的 所以钢筒的切削过程也是非常快的 裁切好的钢筒 为了便于后期安装堵盖 工人还需要用糖刀对钢筒的内壁进行车销 切削的钢筒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堵盖了 工人需要用机器把堵盖给压入到钢筒里面 这个过程同样也需要工人熟练的操作 整个过程不光需要眼疾手快 同样也需要双手的默契配合 不能出现一点的偏差 因为钢筒里面是要装液压油的 所以他们还需要对堵盖进行焊接 为了确保焊接的牢不幸 这个过程工人同样需要控制焊接的位置 防止出现偏差 焊接好的钢筒 接着工人还需要在尾部焊接上调换 由于钢筒也是非常薄的 为了加快焊接进度 确保质量 他们也是采用更加专业的气体 保护焊进行焊接的 要还焊接好后 接着为了防止钢筒出现内漏 工人还需要用压缩空气 对钢筒的密闭性进行打压测试 而经过测试没有泄漏的钢筒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组装环节了 首先工人会在钢筒内 加入适量的液压油 接着由下一位工人 负责通过小锤40把中间的活塞杆 给敲击到位 因为活塞杆的阻尼 决定了减震器的软硬程度 所以在组装时 工人也需要非常细致且严谨 在组装好后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 对表面的浮锈和油渍进行清洗 通过多种密质化学原料 对表面进行处理 然后通过锯末 对表面的油渍进行吸附 接下来工人就可以对减震器 进行组装 在阻尼器上安装上弹簧底座 还有顶部的减震缓冲块 另一边机器正在进行制作的 就是减震器的弹簧 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机器全程操作的 所以看着也是非常的解压 制作的弹簧 接着他们还需要组装到减震器上面 因为弹簧都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工人们还需要用专用的家具 压住弹簧 然后在安装上调节罗帽 接着就可以把上面的吊尔给安装到位了 在经过细致的组装后 现在这个减震器也是终于组装好了 而为了确保所有的减震器长度都保持一致 工人还需要利用这个专用的卡槽 对减震器进行测量 合格的减震器接着会进入包装环节 在经过他们细致的制作下 现在减震器也是终于制作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制作出来的减震器 应该卖多少卢比合适 很显然 这根卡车后桥 它在没发生断裂之前它是好的 但是因为车主只为了多拉一点点 就导致卡车后桥直接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好在白沙瓦有这样一位聪明绝顶的眼镜大叔 也为眼镜大叔不光维修技术好 而且维修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于是车主就不惜花费一千卢比的运费 把断裂的后桥给运送到眼镜大叔的维修店 而为了便于后期对后桥进行维修 首先师傅就要先把后桥固定支架 用电焊给烧跑下来 并用刷子对表面进行细致的清理 而后桥的另一边 为了便于后期进行加工 师傅们还需要把刹车固定支架给拆卸下来 然后下一步骤 为了确保轴头与半轴的角度没有偏差 师傅还需要提前用粉笔在两边做出标记 而为了防止标记在维修时会被盘的不清晰 师傅还需要用凿子在两边敲打出更加明显的标记 在把标记做好后 为了增加两段之间的牢固性 师傅们还需要对两段进行加工 因为后桥也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他们也是灵活利用自制的航吊进行辅助 再把后桥给固定到车床上后 因为后桥非常重 他们还需要利用中心架进行辅助固定 并用刮针找好童心 在把准备工作做好后 接着师傅就可以对断裂面进行加工了 首先师傅先要把断裂面给切削平整 然后为了便于后期进行找童心 师傅也是提前准备好了一根小圆柱 虽然端面有中心孔 但是尺寸还是不够的 师傅还是要用大号的麻花钻进行扩扩 而为了确保尺寸的精度 在用麻花钻扩完孔位后 接着师傅还需要用糖刀对孔位进行再次的车销 因为要考虑到尺寸的精度 师傅还需要用千分尺对圆柱的尺寸进行测量 通过卡规对孔位的尺寸进行确认 再把这段给加工好后 接着就可以对轴头进行加工了 因为后桥在另一个车床上 而且拆卸一次也不容易 轴头这段眼镜大叔也是采用他这个新的车床进行加工 同样师傅先要用刮针找好轴头的铜心度 接着再用车刀对端面进行车销 因为考虑到整体的长度 后桥那边并没有车销出增大焊接面积的破口 而为了确保整体焊接后的牢固性 师傅还需要在端面车销出破口 因为这边的孔位也是非常浅的 所以师傅还需要用麻花钻进行打孔 而依次更换更大尺寸的麻花钻 只为对孔位进行破口 同时把孔位开出所需要的深度 而为了确保孔位的精度 师傅还需要用糖刀对孔位进行再次的车销 因为小圆柱的尺寸都是提前测量好的 所以师傅只需要用卡龟对孔位的尺寸进行测量即可 现在在经过准确的测量后 轴头这边也是终于加工好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把用于找童心的小圆柱给安装到位了 为了便于把小圆柱给安装到位 师傅还要提前在小圆柱上涂抹上润滑油进行润滑 然后采用小锤似是把小圆柱给敲击到位 在经过眼镜大叔敲击了大约25下后 现在小圆柱也是终于敲击到位了 接下来就可以把轴头这段给拼接到后桥上面 因为之前也已经把标记给做好了 现在只需要按照标记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由于两段也是采用的过硬配合 轴头同样也要采用大锤80敲击到位 为了便于进行敲击 师傅也是把尾座给拆卸了下来 然后采用大锤80对轴头进行敲击 因为非常紧 师傅也是连续敲击了两分半才把轴头给敲击到位 在确认长度没有误差后 接着师傅还需要用刮针进行对比 对不合适的位置进行调整 在调整好后 虽然在进行敲击时 师傅们也是垫上了铁块 但是轴头也还是稍有变形 师傅们还需要对轴头进行车销 然后再安装上尾座 用顶尖对后桥进行固定 接着再采用电焊对断裂点进行焊接 因为在焊接时焊接过程会产生药皮 师傅还需要每焊接一层都要敲掉 因为要是不敲掉 就会出现夹渣 影响焊接的牢固性 由于焊口也是非常大的 终于经过长达十几分钟的焊接下 现在后桥也是终于焊接好了 从焊点来看也是非常规整 大家感觉这样维修一次 眼镜大叔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呢 巴基斯坦的轮胎修复方式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就没有他们做不到 轮胎坏了居然都可以采用 一花接木的维修方式将其维修好 他们各式各样的维修方式 真的是小刀拉固子让人开了眼了 而这条残缺的轮胎 也为车主才刚刚购买不久 轮胎的侧面就被车主给刮坏的非常严重了 想更换一条全新的轮胎也是非常贵的 于是车主就选择对轮胎进行古法维修 而由于是采用一花接木的维修方式 为了便于进行拼接 师傅也已经对轮胎的接口处进行了细致的打磨 那么现在这块用于拼接的轮胎皮 师傅同样也需要在接口处进行细致的打磨 因为只有把两段都给打磨粗糙 才可以便于后期的高温流化 再把接口处打磨好后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拼接环节了 为了防止尺寸出现误差 师傅还需要用卷尺进行精确的测量 然后再用钩针配合着尼龙线对两段进行缝制 而尼龙线的作用就是充当轮胎内部的帘部层 以便于对两块轮胎皮进行加固 不得不说能用修补衣服的方式对轮胎进行修补 它们的维修灵感真的也是非常的质朴 因为要把一圈都给缝制起来 所以整个过程也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终于经过师傅长达半个小时的缝制下 轮胎皮也是终于缝制好了 但是现在接口处还是有缝隙的 为了增加牢固性 师傅还需要在轮胎内侧再贴上一块轮胎皮 首先师傅先要在轮胎的内侧 刷上一层高温硫化剂 硫化剂的作用就是为了使轮胎皮与轮胎进行融合 紧接着还需要用打磨机 对轮胎皮的表面进行打磨 以便于后期进行高温硫化 同时也可以增加轮胎皮与轮胎的牢固性 轮胎皮打磨好后 师傅还需要在轮胎皮上涂抹上一层高温硫化剂 然后在轮胎皮上再贴上几层生胶片 生胶片的作用 不仅可以用于填充伤口 同时也可以便于对两边的轮胎皮进行粘接 再把轮胎上面的生胶片贴好后 师傅还需要在生胶片上再刷上一层高温硫化剂 接下来 师傅还需要在轮胎的内侧接口处 也用生胶片进行填充 然后再贴合轮胎皮 并用滚轮进行压实 防止出现气候 而为了增加轮胎皮与轮胎之间的牢固性 师傅还需要用尼龙线把轮胎皮给缝制到轮胎上面 再缝制好后 接下来 师傅还需要在轮胎的接口处刷上高温硫化剂 然后 用生胶片对内侧的尼龙线进行遮蔽 目的也是防止后期在使用时 尼龙线把内胎给磨破 等外侧的硫化剂稍微干后 接下来 师傅就可以在接口处填充上生胶片了 再把外侧的生胶片都填充好后 紧接着就可以进行高温硫化了 由于硫化台也是非常小的 一次只能硫化一块位置 而硫化一次就需要两个小时 光把这条轮胎给硫化好 就用了半天的时间 现在也是经过他们的努力想 轮胎也是终于硫化好了 由于表面有些位置也还是非常不平整的 他们还需要用打磨机 对表面进行细致的打磨 接着还需要用烙铁对不平整的位置进行修补 对凹陷的位置进行填充 再经过细致的维修后 现在这条破损严重的轮胎 也是终于维修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维修一次 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巴基斯坦车主为了能多拉货 把一辆50零卡车的底盘大梁 从4米改装到5米 随着插车的轰鸣声 工匠们成功将货车车厢拆除下来 他们的手法熟练而有序 但这只是改装的开始 因为轴距加长后 原来的传动轴也不够长了 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拆除 后续也进行改装 在改装工程的下一步中 师傅开始进行切割大梁的操作 他们利用卷尺测量 用滑尺笔在恰当的位置做出标记 以确保切割的准确性和精度 他们决定在横梁的中间位置进行切割 这样在拼接后能够更加牢固 接下来 接下来师傅使用羊蚁雀沿着之前标记的位置进行切割 以确保切割的准确性和精度 师傅的手非常稳定 很快就将大梁分成了两个 为接下来的拼接做好了准备 他们找来了一米多长的大梁 并利用羊蚁雀将拼接口切割成同等的形状 师傅手握着羊蚁雀喷腔 仔细地对着大梁进行切割 火焰在金属上蔓延 割破金属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不断的切割和修整中 他们成功地将拼接口切割成了同等的形状 随后就可以将两段大梁拼接在一起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焊接了 虽然焊缝看起来很大 但是师傅的记忆非常高超 他们可以轻松地解决任何小问题 焊接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打磨 师傅们用角磨机将焊点平滑地磨掉 使焊接部位看起来无缝连接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小心和耐心 以确保不损坏新焊接的大梁 在焊接后半段之前 师傅需要用手拉葫芦将两边的大梁收紧到合适的位置 他们需要非常小心地进行这个过程 确保大梁的位置和高度都是精确的 然后他们会再次使用卷尺进行测量和检查 以确保两边的大梁都处于正确的位置 只有确认无误后 师傅才会用电焊将两段大梁先行固定在一起 在两段大梁得到初步固定后 师傅还需要再次使用平面尺来测量焊接位置的精度 确保他们没有偏移 如果需要调整 他们会进行微调 直到达到正确的位置 最后师傅会进行加固焊接 使两段大梁真正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强壮的整体 经过打磨后 现在几乎都看不出来是焊接过的 焊点严丝合缝 为了进一步加强拼接的大梁的牢固性 师傅们选择使用一根槽钢进行加固 他们会先使用洋乙缺切割槽钢 使其形状与大梁的拼接部分相匹配 然后 他们会将槽钢固定到拼接部分上 以形成双层槽钢结构 这样就可以更加牢固地支撑车辆的底盘了 这样的结构不仅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力 还能够承受更大的载重量 因此如果需要拉更多的货物 这个加固的大梁也完全可以胜任 但现在还不能马上加固 师傅们还需要在大梁上标出安装孔的位置 为了确保孔的位置准确无误 他们会使用冲头敲打出中心定位 以防止钻孔时钻头偏移 一旦孔的位置标记好了并进行了中心定位 他们就可以开始钻孔了 这次他们会将曹钢固定的更加牢固 以确保它可以承受车辆运行时的震动和冲击力 他们是利用热锚的方式进行加固 这种连接方式具有强度高 耐久性好 抗震能力强等优点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 帽结完成后 接下来就可以将油箱安装回去了 油箱安装好后 安装改装好的传动轴 现在这根传动轴是需要多加一个中心架 中心架的安装可以有效的减少传动轴在长时间行驶时的抖动和损坏 提高车辆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为了能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美观耐用 传动轴安装好之后 师傅们需要给车架整体喷涂一层黑色的气 喷完气候就大功告成了 通过对50零卡车底盘大梁进行改装 这个巴基斯坦修理店成功将原本的4米底盘大梁改装成了5米 让这辆车的载货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为了能让巴基斯坦买到便宜又能多拉货的卡车 这辆修理店低价购买二手卡车 并对其进行了翻膝修复 同时还将其加长了3米 师傅们首先维修大梁部分 考虑到大梁的长度需要增加 他们必须仔细拆除传动轴和后桥 大梁上的附件需要师傅用锤子敲打去除锚钉 这个过程是需要师傅特别小心 否则师傅一旦失手就会失手 但这位师傅学会了失传已久的乱披风锤法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很快他就将大梁上的附件去除掉了 现在师傅们已经在大梁尾部标出了需要切割的位置 接下来他们将利用阳蚁缺来沿着标记线对其进行切割 很快就将大梁分成了两段 然后他们找来了三米长的大梁 并利用阳蚁缺将拼接口切割成同等的形状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精确的切割 以确保拼接的平整度和稳固性 师傅手握着阳蚁缺喷枪 仔细地对着大梁进行切割 火焰在金属上蔓延 割破金属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不断的切割和修整中 他们成功地将拼接口切割成了同等的形状 随后就可以将两段大梁拼接在一起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焊接了 虽然焊缝看起来很大 但是师傅的记忆非常高超 他们可以轻松地解决任何小问题 焊接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打磨 师傅用脚磨机将焊点平滑地磨掉 使焊接部位看起来无缝连接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小心和耐心 以确保不损坏新焊接的大梁 接下来再安装横梁 在横梁的安装过程中 为了确保其牢固固定 师傅们需要使用锚钉进行连接 师傅将准备好的锚钉插入孔中 并使用洋蚁缺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当锚钉头部达到适当的温度时 师傅会迅速用锤子敲打蘑菇虫 他插 他烧 他拼命地敲 通过锤机的力量和频率 锚钉头部会逐渐形成半圆形 使其更好的与连接材料嵌合 师傅会在处理每个锚钉时 都重复这个过程 一旦横梁固定好 就可以将后桥 推到合适的位置进行安装 同时 另一边的师傅 也成功地拆除了变形的保险杠 为后续的板筋修复 和喷漆工作做好了准备 师傅仅用一把锤子敲打 就能调整和重新塑形材料 以消除任何凹陷 修复完成后 师傅会根据保险杠的状况 和需要修复的程度 调整刮逆子的厚度和涂抹的区域 它会尽量使逆子与保险杠表面平齐 并确保涂抹的逆子充分填充凹陷处 使其与周围的表面平滑过度 刮完逆子后 师傅将进行喷漆工作 它会选择与车身原始涂层相匹配的漆量 并使用专业的喷漆设备进行均匀的涂抹 这确保了修复后的保险杠 与车身其他部件的颜色和外观一致 为了能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美观耐用 师傅还需要给车架整体喷涂一层黑色的漆 喷完漆后就大功告成了 修复后的车辆看起来焕然一新 几乎与全新车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卖出去价格至少能翻一倍 为了实现月夜梦想 巴铁花费了20万卢比的低价 买下了这辆丰田LC76月夜活化石 拖到这里进行维修 在我们眼里 它可能已经是保费 但是对于这家维修店来说 只是小寡小曾 只要还有一丝圆厂螺丝 就能让它回复到圆板圆期 变成美女一手车 车上自带香味 师傅们首要任务是将严重变形的车门 进行无损拆除 但由于ABC处都变形严重 师傅只能借助撬滚将其撬开 经过几位师傅一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车身的四个车门终于成功拆下 接下来 他们开始拆除车内的座椅和内饰 每位师傅动作敏捷 专注地拆下座椅上的螺丝 恢复这辆车的出厂设置 不仅如此 为了进行板筋修复 所有车内大小件都必须拆除 直到只剩下车身的方向 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存手工拆卸工作 这辆LC76已经面目全非 师傅们切除了原本塌陷的车顶 开始对车身进行微调 在师傅们精心的板筋下 引擎盖恢复了丝丝合缝的状态 回到了最初的位置 修复工作完成后 整辆车经过喷漆 惯然于心 令人惊艳的外观 让人难以相信这曾经是一辆被宣判回炉的废旧车辆 他如今成为一辆原版原漆 刚下线的绝美作家 除非亲眼目睹他的过境 否则很难相信这辆车不是全新的 紧接着的工作是将所有拆下来的零件和内饰完美装配回原位 这项任务既费时又费力 但师傅们克服了困难 这些专业师傅在安装过程中 精心选择了适合LC76的高品质涉水喉 全新的涉水喉使它更具功能性和实用性 为巴铁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去探索更多的越野路线和挑战 在涉水喉的安装完成后 他们开始安装全新的车灯 为LC76越野车带来更好的照明效果 同时他们还修复了受损的保险杠 现在整车外观修复接近尾声 剩下的工作集中在内饰方面 其中包括递胶和座椅等安装 师傅们选用全新的递胶 以确保车内地板的美观和耐用性 至于座椅和其他内饰不见 他们选择保留原件 但经过师傅们的精心清洁 就见看不出明显的痕迹 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 整辆车重获新生 这辆曾被宣判报废的丰田LC76 在师傅们精湛的手艺加持下 摇势一变成了刚过磨合期的美女一手车 它不仅是一辆车辆 更是一段废旧到重生的壮丽故事 虽然整个修复过程 耗费了时间和精力 但巴铁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 他的越野梦想 他对师傅们的专业技术和细心工作 表示由衷的感激 现在 他的高C76越野车 不仅外观焕然一新 而且内部也将变得更加舒适和完善 为他即将开启的冒险之旅 做好了准备 眼前这辆卡车 也为超载导致后桥轴头断裂 已经不能继续行事 但是 在巴基斯坦更换配件又要等十天半个月 车主可以等 但是货主等不了 这样车主感到非常无助 但经过师傅检查后 他却说这还能修 而且天黑之前就能将它修好 这对车主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然而 事情并没有师傅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将断开的后桥拿回店里 并用卡钱测量后 才意识到普通的胶水已经沾不了了 而且断面非常的不规则 但师傅们并没有放弃 而是拿起打磨机 先将轴头凸起的部分切割掉 但因为精度的问题 光靠打磨机并不能完全解决断面不平整的问题 所以打磨完成后 还需要将轴头放置到车床上固定好 并用画针检查弓箭的跳动情况 随后利用螺纹刀对断面进行车销加工 逐渐去除步规则的部分 使断面变得平整和规则 师傅们很快将断面车销平整 但他们知道仅仅焊接是行不通的 也为缺乏支撑点 因此 他们需要在轴头上使用钻头打一个中心孔 打算后续在其中安装一个中心销 以便进行拼接支撑 这个中心孔的深度需要准确无误 所以师傅们在打孔过程中 需要利用卡尺进行测量 确保精确度 完成钻孔后 他们使用螺纹刀在断面处进行坡口车销 以确保后续的焊接更加牢固 转好的中心孔还需要使用那圆刀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 使其宽度与中心销完全一致 完成车销后 师傅们再次使用卡尺对洞孔和中心销进行测量 确保准确无 一旦确认一切都符合要求 他们就可以将中心销敲入中心孔中 这样的设计和修复措施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撑和稳定 确保后桥轴头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然而更困难的任务是加工后桥的过程 因为后桥非常沉重 仅仅将其移动都成为一道难题 幸好手拉葫芦来帮忙 在手拉葫芦的辅助下 师傅们迅速将后桥固定到爪牌上 并使用中心架支撑起来 由于任务的复杂性增加 这次的加工交给了一位熟练的八级前工 这位技术娴熟的前工自信满满 甚至在拿起角膜机时都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他首先使用角膜机将凸起的部分打磨平整 说话间师傅已经打磨差不多了 完成打磨后 他同样使用罗纹刀将断面车胶平整 旁观的师傅们羡慕地望着他 心里想着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技术 或许就不会单身至今了 车胶断面平整后 接下来同样需要进行打孔操作 打孔时需要精确技术 不能有任何偏移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同心同轴的问题 如果出现不同心同轴 后桥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几乎等同于报废 因此 对于这样的操作 不是每个人都敢尝试 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能胜任 在加工完成后 师傅们可以将轴头与后桥进行拼接 在维修开始之前 师傅们已经在拼接处做好了标记线 因此现在他们只需将轴头对准标记线 将其敲回原位切割 一旦完成拼接 就可以进行焊接了 在焊接过程中 火花四件 烟雾缭绕 但这并不妨碍师傅们继续工作 每焊接一层 他们会停下来 用工具将焊疤敲掉 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焊缝填满为止 这种反复的操作 确保焊接的质量和牢固性 当焊接完成后 我们可以看到焊点严丝合缝 没有任何缺陷或裂纹 接下来是将修复好的后桥 安装到卡车上的过程 由于这里没有手拉葫芦 师傅们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法 首先 他们利用铁棍垫在后桥下方 逐步将后桥移动到卡车的地步 他们小心翼翼地调整位置 确保后桥对准正确的位置 为了提高后桥的高度 他们使用木块即行垫高 在安装过程中 首先需要调整推力杆的洞孔 并使用穿销将其固定好 一旦推力杆固定好 他们使用千斤顶 逐渐将后桥支撑起来 使其达到适当的高度 一旦达到合适的高度 师傅们开始调整 起马螺栓的洞孔 确保其准确对准 然后 他们轻松地将起马螺栓 安装回去 并将其固定好 这样 后桥的安装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 他们将刹车片 刹车骨以及轮胎等 零部件安装回位 在安装刹车骨时 师傅们还免费帮车主 对轴承进行了一次保养 仔细地给轴承涂抹上新的黄油 以确保其正常运转 把防尘盖安装好之后 安装轮胎 由于没有风泡 在这里拧螺丝全部都是靠手动拧紧 在师傅们的默契配合下 很快也能将轮胎固定好了 这也意味着整个修复工作完美完成 现在车主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眼前这台油罐车也为下雨路滑 视线受阻 卡车也不小心跑到了中间的隔离带上 卡车现在也已经动态不得 由于车主急着去拉货 现在虽然外面细雨萌萌 但是他还是叫来了路边的维修打野团队 对卡车进行紧急救援 虽然卡车并没有装货 但是毕竟经过他们改装的卡车自重就潮在 由于没有大型的救援设备 要想成功地把卡车给救援出来 显然还是有点困难 为此 聪明的车主于是就选择让维修师傅们 把隔离带上的石块给拆了 但是由于没有高配的搭搭搭 在拆卸这些石块时 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石块都是在车轮下面的 他们就只能采用大锤80配合这只凿子 对石块进行敲击 对石块进行分解 因为石块也是非常硬的 所以在进行敲击时也是非常累的 他们也是轮换着对石块进行敲击 虽然很累 但是这些不畏困难的修理工 也是非常卖力的在对石块进行拆卸 终于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现在挂车的后轮也是终于找地了 因为这种救援方式非常消耗时间 转眼也已经到了傍晚 负责救援的师傅们 也已经在前轮和隔离带的边上 变上了石块 以增加卡车的离地间隙 挂车下方的隔离带也都已经被他们给拆卸完成了 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查工作 防止卡车出现二次损伤 在检查无误后 就可以尝试把卡车给开出来 第一次尝试 虽然油门加得很大 但是卡车也只是轻微的移动了一点 应该是轮胎打滑了 为此车主就只能往后到一点 再次尝试着冲锁 这次车主也是直接把油门给踩到了油箱里面 现在卡车也是终于开出了隔离带 现在救援也是终于结束了 大家感觉这样费心费力的救援一次 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眼前这辆奔驰卡车 因为车头受过猛烈撞击 A主严重变形 所以他们仅用了200万卢比低价就收了回来 打算修复翻新好后再重新出售 致使撞成这样 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瓜小蹭 完全可以将它恢复如新 很快他们就利用插车将车头掉了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线路 还是完好无损的 最主要的还是发动机跟变速箱这辆大件 目前看上去也是蛮好的 仪表台密密麻麻的线路多到让人头疼 但经验丰富的师傅们 很快就将仪表台拆卸出来了 想要对其进行板金 光拆仪表台还是不行的 还需要将顶棚等其他部件一一拆除 就连发动机和变速箱总成也要掉出来 方便后续对大梁进行矫正 在拆除驾驶室的附件后 师傅们开始使用分离顶来修复变形的区域 尽管分离顶能提供一些帮助 但仍需要师傅们巧妙地运用手拉葫芦进行辅助 他们一边使用锤子轻轻敲打 一边渐渐将车头恢复到正确的形状 然而由于变形严重 底板也受到了影响 师傅们决定将其切割下来 另一边的师傅们开始着手对大梁进行校正 尽管没有大梁效正义 但他们凭借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用耐心和技巧来挑战大梁的变形 为了防止在校正的过程中大梁出现过多的开裂 师傅们需要对变形的位置进行加热处理 即使在炎热的太阳底下 他们依然坚持工作 然而 他们面临的头痛问题 使驾驶室的A柱位置严重变形 几乎无法修复 因此 他们决定将变形的部分切割掉 在切割之前 他们先进行准确的标记 确保切割位置的精确性 接着 他们使用角膜机进行精细切割 切割完成后 他们寻找一块拆车键 将其重新拼接回去 利用养焊的方式将拆下的部分与新键焊接在一起 确保焊接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师傅们在重新拼接和焊接过程中 十分注重细节和精确性 他们努力确保驾驶室的结构完整 并追求与原始设计尽可能接近的外观 师傅用稳定的手势和专业的技能操作焊接设备 将金属零件连接在一起 最终的焊点看起来完美无瑕 就像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一样 他的高超手艺展示了 他们对工作的执着和追求卓越的态度 为每一次修复都保持着高标准 并以他的技艺为业界树立了榜样 在完成整形工作后 他们开始对修复的区域进行刮逆子处理 刮逆子的目的是填补任何细微的凹陷和不平整 使表面变得平滑 这个过程有助于为后续的喷漆工作做好准备 师傅们使用刮刀将逆子均匀的涂抹在修复区域上 完成刮逆子和打磨后 接下来就是进行喷漆工作 他们准备好与车身原色相匹配的白色漆料 并运用专业的喷涂设备 将漆料均匀地涂附在修复区域上 这样可以使修复区域与周围车身完美融合 之前已经用了理由 在完成喷机修复工作后 师傅们开始将仪表台等附件安装回原位 由于水箱受损严重 无法修复 他们决定更换一个新的水箱 尽管天色已经变黑 但这些师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没有丝毫怨言 他们充满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深知每一个细节的重要性 小心翼翼地连接水管和管件 确保一切都牢固而正常工作 尽管天气异常炎热 但这些师傅们决定在安装驾驶室之后才下班 以避免第二天工作过于繁忙 他们明白 在高温下工作可能会更加辛苦 因此愿意加班一会儿 保证工作的连贯性 为了适应高温天气 他们计划晚上加班一段时间 避开白天太阳最为炙热的时候 这样做不仅能减少工作人员的身体不适 还能提高效率 也为晚上的温度相对较凉爽 为了保证充足的休息 他们也考虑早上起得更早一点 这样可以在较凉爽的时间段内进行工作 减少对高温的暴露 并且中午太阳最为炎热的时候 他们计划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 让工作人员能够放松身心 补充能量 随着挡风玻璃和前盖的安装完成 修理师傅们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他们开始安装挡泥板 踏板 大灯等车辆附件 这标志着修复工作的接近尾声 师傅们以专业技能和关注细节的态度 将这些附件一个个安装到位 他们对每个细节的要求严苛 确保修复后的奔驰卡车 在功能和外观上恢复如初 最终 当最后一个附件安装到位时 修理师傅们为自己的辛勤工作感到自豪 他们的努力和耐心 使这辆曾经接近报废的奔驰卡车重获新生 这个修理店的师傅们 展现了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奉献精神 为巴基斯坦人带来了一辆既经济实惠 又外观精致的奔驰卡车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在巴基斯坦的一家简陋工厂内 他们仅凭一些简单的设备和纯手工操作 不到十个工人 一天就能生产出上千片汽车钢板弹簧 并达到出口标准 这些长条状的钢板片 就是他们用于制作钢板弹簧的原材料 这里并没有自动的下料计 而是通过人工将钢板片放置到冲床上进行切断 但在这个过程 他们并不需要测量 而是冲床后面有线位的装置 他们将钢板顶到线位后 由另一位师傅操作冲床进行切断 这样就会得到一片片长度相等的钢板片 这些切割出来的钢板会被送到另一台冲床这边 对其进行切鞭 这一步同样也是人工操作 这些切割成型的钢板会被他们整齐将头部放入炉中加热 方便后续进行热成型 虽然这个炉看起来非常的小 但是它却每次可以同时加热100到150根钢板 虽然现在是秋天 但炉边的温度也高达接近40度 说话间现在钢板头部已经加热完成 加热出所需的温度后 工人会将其取出并才减掉多余的部分 接着利用手动弯管机将其头部热弯成卷耳的形状 制作好绝儿的钢板随后再次整齐的排列在生产线上 然后被送入高温炉中进行加热 这个加热过程需要将钢板加热至高达600度 以增加其硬度 通过加热 整根钢板现在呈现出通缝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 工人们还需要对其进行热冲孔 这个孔是钢板弹簧的中心孔 用于后续安装中心螺栓 因此冲孔的位置也需要确保准确无误 冲完孔的钢板会直接送到一台简单的液压床上 由工人手动操作 将其热压成所需的弧度形状 压成弧度的钢板随后被放入脆火油中 以增加其硬度 在油池中配备有一台滚动设备 经过脆火之后 钢板会自动滚动到油池的另一段 然而即使硬度已经得到提高 还远远不达到要求 为了使钢板更加持久和耐用 工人们还会进行回火处理 经过回火处理的钢板需要被送到检测台 有两名工人负责检查钢板的厚度是否符合标准 如果有不达标的钢板 工人们会使用锤子手动敲打 以确保其弧度与模型完全吻合 这个过程确保了每片钢板弹簧的形状 都是统一的 然后钢板需要经过人工喷其处理 这不仅能增加其美观度 还能提供防腐和防锈的功能 最后每片钢板弹簧还会被喷上工厂的专属标识 形成精美的成品 这个复杂而高度技巧的工艺过程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能 耐心和对细节的高度重视 确保了最终的钢板弹簧质量卓越 同时也凸显了传统手工工艺在一些领域的不可替代性 也讨论区能abe的不可替代性